本期话题 怀孕早期的特征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早孕的前期症状有哪些呢 早孕的概念就是从受孕开始一直到怀孕12周 这个期间我们称为是早孕 那么它的症状是逐渐出现的 就是说我们从受孕 就是同房这个阶段开始 一直到该来怀孕不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症状 就是停经 这是第一个症状 假如我们女性平常怀孕很准 然后也没有好好的避孕 那么如果该来怀孕不来 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到 她是不是怀孕了 这是最早的症状 如果你同房之后的十天之后 测血的SCC 这个是最早的发现怀孕的一个办法 接下来呢 如果该来月经不来 过了十天以后了 那么机体的症状就会出现了 表现为乏力 表现为乏力 食欲不振 乳房胀痛 小腹震发的不规律的隐痛 这个是子宫收缩所导致的 因为胚胎逐渐的成型了 然后就是胚囊出现了 子宫呢 需要想要把这个胚囊给挤出去 所以她就要间断的收缩 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些 就是小腹隐痛的症状 还有一些尿频的症状 这些症状呢 就会逐渐的显现了 再往前发展呢 就是四十多天了 五十天了 这个时候消化 但是症状特别明显 比如不欲饮食 恶心 呕吐等等